广东省公安机关、广东海警机构及海关机司、海事、海洋综合执法部门 于10月1日至7日开展了联合青湾行动 集中打击整治高速快艇走私违法犯罪活动 10月11日,广东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青湾行动相关情况 其中,9月25日走私船只在香港水域冲撞香港水警巡逻艇案件告破 犯罪嫌疑人已被粤港警方抓获 9月25日,香港警方在沙州一带海域清查走私船舶时 一艘执法艇被走私快艇,也就是俗称的大飞冲撞 导致4名警员落水 其中,香港水警的高级督察林婉宜不幸殉职 接香港警方协查通报后 广东省公安厅高度重视,快速响应 粤港两地警方及时开展专案情报交流 省公安厅与广东海警局成立925联合专案组 并指定广州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10月1号、2号,广州公安机关会同阳江市公安局 在广东省阳江市、广州市增城区两地开展受案行动 先后抓获邓某标、邓某桥等涉案嫌疑人 查获冲转香港水警的巡逻艇 巡逻艇的上快艇 据警方通报 10月1日至7日开展的青湾行动 重点围绕走私购、运、储销各环节 围绕人、船、车、货、库、资金各要素 开展地毯式全方位排查、全链条打击整治 此次联合行动首次由广东公安、广东海警、香港水警 在粤港水域联合开展执法行动 首次由公安、海警、海关机司、海市、海洋综合执法部门 各自派出舰船、组称联合执法编队参战 首次出动警用直升机、前后方视频指挥调度 采用新型装备手段开展立体化巡防打击整治 行动期间破获奢走私团伙案件55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353名 查获大飞等非法传播860艘 进口发动机38部、车辆19辆 查扣动品246吨、油品48.5吨 以及违禁品一批 广东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广东警方将认真总结行动经验做法 全力推动源头打击治理 全面强化关口防线前移 常态化严打走私偷渡犯罪 常态化清理沿海沿江沿岛暗线 常态化整治购、运、储、销利益链条 努力实现清理一批、打击一批、震慑一片的目标 全力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 营造良好的水域治安环境 次博士生事者 聊天室 自然而害ака 人数的干支 自然而害化 自然而害怕 自然而害怕 自然而害怕